5月23日消息 在今晚的EQ新品发布会上 EQ Neo8系列手机正式发布 包含EQ Neo8和EQ Neo8 Pro两款手机 EQ Neo8系列共有赛点素皮 冲浪瓷油玻璃 页岩眼睛玻璃三款配色系列 全系标配144Hz 1.5K护眼直屏 452P 支持1200Hz顺时采样率 全系屏幕支持最高2160Hz的高频PWM调光 和1.6万级亮度调节具备 SGS低蓝光认证 可智能调节屏幕亮度 色温 手动最大亮度600年 激发亮度1000涅点 屏幕峰值亮度1300年 支持双压感 性能方面 EQ Neo8标准版搭载3.0GHC版骁龙8 加一栋处理芯片安兔兔 力久跑分1138259分 EQ Neo8 Pro则全球首发天机9200加 安兔兔跑分达到1363206 官方称王者荣耀高帧运行 一小时平均帧率119.61帧 此外 EQ Neo8系列全系配备 LivaB加自研芯片 适配多种存在游戏 高帧率低功耗 此外 EQ Neo8 Pro最大搭载 16GB LPDDR5X内存 512GB UFS 4.0闪存 散热方面 EQ Neo8全系标配5K超大面积PC均热板 石墨立体散热加快热量传导 再加上9颗NTC温度传感器 实时监控手机温度变化 管理手机温度 双倍散热 MAG自适应画质 接收实时负载 化解渲染压力 逐针发送调整 搭载的自研独显芯片 V1加 游戏场景中节省功耗14.2% 从官方了解到 EQ Neo8系列通过了 KPL比赛用机测试认证 封闭式立体双扬 配合陀螺仪增强 体感操控 游戏伴侣 计时器等 可带来更加沉静的游戏体验 其中EQ Neo8 Pro还具有屏幕双控压杆 和对称式双X轴线性码达 续航方面 EQ Neo8全系搭载5000M电池 支持120万快充 9分钟1%充电至50% 15分钟充至75% 影像方面 EQ Neo8 Pro前置16MP三星S5K 3P9 1除以3.1英寸 后置50MP主摄索尼 IMX866 VCS 1除以1.56英寸 YS加8MP超广角 豪威OV08D10 双摄 其中 IMX866 VCS大底传感器 和Vivo自研的 VCS仿生光谱技术 能够模拟人眼光谱 支持4K夜景视频 背景虚化 暗光抓拍等功能 EQ Neo8则前置16MP三星S5K 3P9 1除以3.1英寸 后置50MP主摄三星S5K GN5 1除以1.57英寸 OIS加2MP景深格科威GC02M1B双摄 网络方面 EQ Neo8系列行业首发的穿墙天线粗 多天线共同接收信号时 有效抑制噪声干扰 提高通信效率 六网协同下 双卡 5G 4G Wi-Fi 2.4G Wi-Fi 5G之间自由快速切换 不同场景识别及切换速度上更准更快 此外 EQ Neo8 Pro还支持Wi-Fi 7 系统方面 EQ Neo8系列搭载VirginOS 3系统 支持全场景NFC 红外遥控 屏幕朗读 侧边小窗等功能 此外 该系统不可删除的应用保留之8个 EQ Neo8系列今晚20点开启预售 5月31日20 00全渠道开售 618全程价宝 首销购买还可想免息和加赠耳机等福利 EQ Neo8 售价如下 12GB加256GB 618特会价2299元 12GB加512GB 618特会价2599元 16GB加512GB 618特会价2899元 EQ Neo8 Pro售价如下 16GB加256GB 618特会价3099元 16GB加512GB 618特会价3399元